大家帮我选一下我生日穿沙 姐妹们 下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啦 然后这次生日主题我定下来了 是粉色主题 所有来参加我生日的朋友们 姐妹们全部都要穿粉色 包括我自己也不例外 今天和你们一起拆箱看看 其实主要借着生日的这个广子 买好多新衣服 我现在买衣服呢 既要考虑好看 还要考虑舒服 最重要的是我得能穿下 现在最头疼的事情就是 之前好多好看的衣服都穿不了了 这次我买的是几个不同的风格 绿铁 一个甜美的 公主风 少女风 那我们开拆吧 它的上衣是这样一个小马甲 下面呢是一个芭蕾风的裙子 第二套就是这个 这套是我等了最久的一套 登登 先来上一个头纱 然后呢一个雷素的小手套 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手套 裙子倒是平平无奇 但是主要是来搭配上它的头纱和手套 最后一套我觉得是最隆重的一套 可以穿去玩礼服的感觉 它是一件抹胸的鱼尾裙 有一个大漏背 所以这件对于已经是一句妈妈的 我挑戴难度还是挺高的 好啦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你们说实话 这次我真的是被骗到 因为她穿的身体很不舒服 裙子还挺好看的 但是上衣的这个版型 对于我来说还是稍微有点挺胖的 当然也是因为我最近真的胖的原因 但是现在我穿粉色 真的是比之前好很多了 正好有姐妹问我 我去印尼玩了一整圈 然后去韩国也玩了好久 还去泰国玩了 这一个夏天期 男生在晒掉为什么还是这么白 我之前记得在大号上给你们讲过 你们看一下啊 就是一直在用这个 我类的这个三抗身体乳 之前她刚出的时候 还给我们的同事啊 然后还有我的闺蜜们去试了 她们大概试的是有两周左右 都跟我反馈 就是白了亮了没色差了 我给你们找一下 我刚才出去玩 哦 晒得像这种黑印子嘛 就是 然后用了一段时间给你们看 真的不是我一个人说牛 她们家之前这个老板 你们还记得吗 本身就挺好用的了 这个是新升级的 跟老板的包装不一样 不仅可以晒后美白 而且是从皮肤的底层去帮你黑色素 相当于直接把你变黑啊 变粗糙 变黄的路 全部都堵死了 而且还更新了新的配方 就可以抗糖 抗氧 抗光老 其实现在很多的面霜 都还停留在抗糖 抗氧这两部 但是呢 她作为身体里 直接可以抗光老了 我当时看她们这些成分 和美白思路的时候 真的是想 偶尔她们家真的舍得 这不就是相当于 在我们身上用美白精华 和抗光老面霜一样吗 而且她的新白 也还是持震上岗的 质地呢 跟老板对比也更清爽了 我刚涂的给你们看一下 一下子就吸收了 这样的话 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会黏被窝啊什么的 然后我感觉 她的滋润度也是不差的 像在空调房啊 待一整天也是弄水水温润的 这个味道也好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那种 甘提掉的那种香水的话 应该会挺喜欢的 不会那么甜蜜 是很清新的 而且流向也挺久 颜色还是挺喜欢的 然后裙子也不错 但是上衣不是很喜欢 我还是试试下一套吧 第二套 果然还是这种简单的 比较适合我 而且穿的真的很舒服 重点是她不离我的肚子 好喜欢这个手套呀 她还有一个头纱 别忘了 感觉好浓郁 这套我觉得跟大家在一起 拍照给你比较好看 坐在中间 对不对 现在看你的肚子 真的有妈妈的感觉了 是吧 好了 现在我去试最后一套啦 最后一套 我真的都不想出镜 我跟你说 我最近真的是胖了好多了 我的腰已经没有了 后面是完全拉不下了 这个买的还是上家的最大 穿不了呀 姐妹们 我们现在是不在前两条 都选一套了 接下来就是大家帮我看一看吧 A LIMO 我个人的话 是会比较喜欢第二套 但我现在还没有想要 说什么发型 大家也可以帮我出主意 拜拜 等我的生日Vlog吧